仇恨让人不计生死 哈马斯领导人仍在加沙地道 一杯咖啡惊醒从容 大家好 伊朗的报复迟迟不来 反而是把以色列人搞得人心惶惶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色列最近又遇到了一件十分郁闷的事情 大约十天前 以色列军队错过了在加沙一条地道里 抓获哈马斯新任领导人辛瓦尔的忌讳 当时以色列军人离辛瓦尔已经非常近 以至于乙军赶到辛瓦尔的长生之处时 桌子上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而辛瓦尔本人已经离开 按照以色列媒体的说法 辛瓦尔是身着女装混入人群 躲过了以色列无人机的追杀 这才逃出圣天 对于乙军而赢 这次抓捕行动失败 让他们感到十分懊恼 他们认为辛瓦尔被捕获 被杀 将意味着哈马斯领导臣的瓦解 及其随后的解散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 以色列有点想当然了 前任哈马斯领导人哈利亚被斩首时 哈马斯也没有崩溃 而是迅速由辛瓦尔接任 这说明在哈马斯内部 其实是有着一套十分淫秘的人员替补机制 对于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这样的重要职位 有个二号三号甚至更多的贺补人物 估计也不奇怪 唯的就是政治局领导人一旦遭遇不测 这些贺补人物将会按照讯息在第一时间 集管大局 除此之外 以色列从以前到现在 在加沙地区犯下的罪行 都会让哈马斯变得更团积 更具有斗争性 像之前哈马斯通过滑翔伞的方式 飞蛾破火般的飞往以色列 很明显就是不打算回来了 血债真的会让人忘记对死亡的恐惧 所以以色列之所以强调 辛瓦尔的重要性 不过是在安慰自己 安慰鼓励以色列人不安的情绪 目前这场狂日持久的战争 已经严重透支了以色列的鼓励 伊朗和他的盟友们 也在盯着以色列 可能随时对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 以色列现在需要给自己人来一针强心剂 告诉以色列人 哈马斯快完蛋了 胜利终将属于以色列 但是信实很残酷 以色列就算抓到辛瓦尔 也很难让哈马斯崩溃 更何况 这次乙军并没有抓到人 以色列不得不承认 辛瓦尔比哈尼亚更棘手 毕竟哈尼亚子行一直活跃在加沙以外的地区 辛瓦尔不同 辛瓦尔就是在以色列的眼皮底下 特别是以色列在加沙进行屠城活动后 辛瓦尔在加沙地区的活动 只会变得更加艰难 但是别人就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和你玩 哪怕24小时到36小时 就要更换一处避难所 但是辛瓦尔本人就是不会走出架杀 还有心思喝咖啡 对于以色列而言 这自然是赤鲁鲁的朽入 同时也会让以色列政府 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